公子昂很开心,一个小国富商上杆子给了送礼 甚至还送上了石油天月剑 只是可惜,咱们的公子昂还不知道 这位小国大商正是乔装入秦的警监和盈狱 对待公子昂的仆人,咱们的警大商人也没客气 一个精巧木盒就送出去了 甚至连公子昂的夫人都打点好了 而在府中的公子昂正展现了自己的音乐造诣 伴随着优雅的小曲,警监就来报名了 在下一员特来庆贺公子 公子昂脸上堆着笑 一看就没少跟这些个商人眉来眼去 一来二去,两人就聊上了 席间呢,警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接着,警监就开始了经典的采一旁一 我看天下明剑,公不剑只能是第三等 干将墨爷也只能屈居二等 干将墨爷是二等 那么一等是什么 啥是真正的猎手啊 真正的猎手往往披着最单纯的皮 装扮成猎物的模样 从警监踏入公子昂府内的一刻 早就在秦国秘密谋划好 只等带着公子昂这条鱼咬上鱼钩 天下剑气一等绝品者 被天跃剑莫属 到底是什么样的神剑 能够压过干将墨爷 连自诩名气剑赏家的公子昂都愣实 今天来不为别了 在下无以为敬 特意吃由天跃剑献上 足下说是吃由天跃剑 如何证实 警监说 这不好办 咱拿公布剑比试比试边科 等两人开了剑 警监就演员请就位了 一副握不住剑 温弱不堪的样子 我就一伤人 收藏还行 真比比华华 肯定还得是公子更强 等天跃剑放在了剑架上 公子昂带公布一剑下去 公布剑发出一声悲鸣 竟断裂两截 这一下公子昂看警监的眼神都不一样了 好家伙 原来你是一个来杜金的微商头子 没想到你小子还真有两下子 等收了礼 公子昂也知道该办事 警监眼见鱼儿上钩了 只说我做生意都在秦国做 公子昂一听 秦国都要被分了 你不知道吗 天哪 我财路断业 公子昂一脸调笑 细细盘问了警监 这个大商的买卖 那家伙高价贩卖胡人 贩卖战马 胡刀 皮货 公子昂卖了面子 哥们给秦国款一个月 你把货处理了吧 本资所得 公子一半 警监可万万没想到啊 我这妈还有一碗手货 贵国兵器交易 由我来做 得力 平分 盈渠良对卫央又多念念不忘 远在卫国的警监 完成了钓鱼工作后 就收到了大秦克格勃送来的指令 为了一探虚实 警监立马赶去了卫央 长去的洞香春大酒楼 早早的路上的齐渠 就等着卫央上钩了 败局已定 赢七七路 败局已定 属下还不服吗 卫央一看 行啊 两个臭齐篓子 吓得还挺起劲 转身刚要走 啪的一下 就被警监和盈玉给叫了 先生 请留步 先生如果有什么高招 请自教小弟 我已经连输了三局 卫央也是漏了一手 让盈玉赢了一局 旋即 警监就跟进一步了 啥是灭国大盘棋 咱在这边简单科普一下 按照剧中表示 应当是一者 以各国中一国自居 下棋时 每下一棋 有侍者旋即呼喊 同时 楼下大棋盘 也会实时直播 而规则 趋同于围棋 却是不规则对抗 一者选到强国 则天然多子 弱国则少 哪国战败 便肇事了 哪国国运 不可轻言 好巧不巧 这一番便是 警监持魏白 魏央持秦黑 走下若秦 不妨换得再下 若秦 俺只不愧在我手上 便会强起 这第一手 魏央就整了个大伙 一子下在了居中天元 给警监整的都不会玩了 心说 好你个魏央 是不是拿秦国开玩笑呢 但魏央依旧云淡风轻 底下看齐的人生鼎沸 甚至由魏国大哥 打赏千金 魏国灭秦 老夫重赏千金 等下了百余子 大哥是不用打赏了 秦国胜 而魏央起身 借着齐 说出了自己 对于魏国的看法 魏国早已经 而也正接了这局棋 魏央一展胸中彩血 解释完其道 魏央不顾警监挽留 直接跑了 这一番言论 可谓惊艳世人 落到旁圈耳朵里 可就不一样了 一举好奇 一番论词 纵然出彩 终究是泛泛而谈罢了 上将军名断 这个活跃在课本书上的旁圈 又怎会安心 魏国有第二个孙婢 那么魏央何时能够出秦 欢迎继续关注东乐剧院 觉得好看的客观 记得长按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